5月26日 香港特區刑事長冠林鄭月娥 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時表示 中央就涉港國安立法的決心堅定 勢在必行 特區政府會全力支持和配合 我在這裡可以斬聽切鐵講 這次工作的憲制和法律基礎是堅實穩固 是不容置疑的 是從國家層面去進行這個工作 不但沒有違反《基本法》 而且是完善和《基本法》 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 嚴格依照國家的憲法和《基本法》來辦事 確保一國兩制在香港可以貫徹落實 繼續維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 對於外國政客稱 這次立法工作繞過香港立法會 削弱一國兩制的高度自治 林鄭月娥認為 這種看法是 也罔顧香港特區和中央的限制關係 也罔顧國家安全立法是中央視權 亦有人指 涉港國安立法將影響香港居民的權利和自由 削弱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林鄭月娥認為這是無稽之談 全世界很多國家包括西方民主國家都有這些法例 亦都不見得他們有了這些法例 就會嚇怕了投資者 或者失去了他們國際金融中心 或者商業中心的地位 為何單單會在香港 這一片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土地上 有國家安全法 會有這種負面的後果呢 在香港禮拜 neon往公企業 清無後目的地 非常非常非常享受 可不希望 可不思浪 公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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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企業